黑神皇悟空销量破千万了 可喜可贺 不过我还看到新手村那个大头boss优魂 已经击杀了一个亿的黑豪了 这个视频呢咱们聊聊黑神皇悟空的难度 游戏的主角不是宋悟空 他只是和齐天大圣长得很像 开始是一点本事都没有 都是现学的 所以一开始打谁都黑了 如果你之前玩过混游戏 你就知道 一开始是新手村 是游戏在教玩家该如何进行游戏 但对于从来没接触过混游戏的玩家来说 这是非常处友好的 黑神皇悟空虽然他不是混游戏 但他难度一点都不一 他和战神4 比如对马岛 浪人崛起比起来难多了 因为这四个游戏都是能调难度的 黑神皇和只狼老头华一样 不能调难度 而且不会因为你死了很多次 他就会降低难度 我承认呢 我是守残 但守残占比大 守残也想通关呢 守残也想看看后面的剧情啊 要不我都不知道 红孩还有个妹妹 就是那个玉面狐狸的女儿 制作黑神皇悟空这款游戏 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花了那么多钱 但是如果玩家连新手村都出不去 就把游戏卸载了 多浪费啊 我倒不觉得是花这三百多块钱 买游戏浪费啊 就算支持一下国产单机游戏了 主要是为了那么多人 看不到后面的剧情内容而感到浪费 我建议啊 咱们可不可以这样 等下次大更新的时候 增加个调难度的选项 出个剧情模式 或者呢 出个DLC 买也行 让玩家一上来就是 齐天达乘的属性和装备 痛痛快快的过这把手机难 这是一位孩子的家长 我粉丝 他给我的私信 他说孩子超喜欢西游戏和悟空 预负了豪华版 但是太难了 一点都比优好 希望官方出补丁 简弱了家 就像原住一样 有文言文的 有拼音版 毕竟孩子们是未来嘛 都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我丝毫没有贬习 黑色化悟空这个游戏的意思 我也很喜欢它 我现在是带病 重有西游戏 听着这个说话声音 是能听得出来的 我是一边看教程 一边苦练 主唱就是本期视频讲的内容 就非常多 给各位参考